精美妆容的明星咱们见过很多 可是素颜的明星您又见过多少呢 到底这明星素颜是什么样子 哪位明星素颜最好看呢 接下来我们听听明星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的王立坤 对 我觉得她素颜很美 王立坤 一席豁蓝长情也不见太多配饰 可为何诸位女星之中 大家众口语词都推选王立坤呢 你太美了吧 不愧是真正的素颜女神 真的太美了 出世素容就是这样吧 在微博上连续一周都采行第一 被称为素颜美女 不是素颜美女 是素颜女神 女神耶 不敢当大家能这么喜欢我素颜的样子 我很开心 真的 谢谢 自从上次跳完水以后 很多采访然后活动 都提前问我说 哎 她可不可以不化妆来啊 可人因别色鸣言自方 而王立坤则凭借为师知粉的素颜 人群一路飙升 遗憾的是 在半天的采访室内 我们没能近距离一睹这位 出水芙蓉的天然气雕士 但不妨来亲近 其他的女明星们 你们也敢素颜闪静吗 我觉得 素颜并不代表很勇敢 她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能力嘛 但是我常常素颜发微博啊 拍戏的时候也尝试过素颜 就比如说拍睡觉的戏 感素颜出现的人 一定是对自己的底子非常自信 假睫毛 双眼皮胶 还有五颜六色的唇彩 这些可是不少女明星们的日常必备品 不话说 女为月己者容 所以就素颜这个话题 咱们怎么能不轻易听男性观众 她们的意见呢 能够素颜的女明星都是非常漂亮的女明星 小涛红从来不化妆 她素颜的 然后我觉得 这种习惯很好 而且很漂亮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低调的炫耀